平川说点净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KK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诶,他又是在经典的TR地图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那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走IDFKK 大Q神本场对抗又是经典的双桥吉他 不造兵营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诶,刚好也是一个人走 出生在地图的左边 一个红色的人走爱丽叫A秀 看看人走内战 血法师打的会比较舒服 好,我们看一下英雄选择 红色人走选择的是大法师的开局 比较的常规,造了兵营 好,FKK 也是大法师 并没有选择血法师 也是大法师 但是没有去造兵营 那这段地图的话 不造兵营也行 因为这些点位都可以大法师一个人来练掉 当然前几时不要被对方给抓住 这样是被抓会天崩地裂 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FK多的一个选择 大法师即将走出祭坛 圣坛呢,也在升级当中 人族内战,这个防守还是要做得好一点 万一对方过来抓,那就难受了 好,大法师出来练了一个点呢 嘿,舍近求远 先把这个点练掉是不是 然后再练自己的这个点 当然,至于这个点可以敲民兵来练 好,大法师来了 上来直接是暴风险洗礼一下 411 这里对手也是派步兵过来侦查 FKK倒是没怎么侦查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这个四级海龟 能掉一个什么道具 开局打了一个优越之剑 有些观众可能不太知道这是啥玩意啊 这是贵族头魂的二分之一版本 冰阶 力量 冰阶 力量 这里一个提高一点 是吧,贵族头魂是提高两点 大法师练完那个点再练这个点 练完这个点刚好的啊 第二个装备再次到手 步兵 再一次确认 没有造兵营啊 有点嚣张啊 好,这里打了一个力量加三 来回家补格状态 对方的话是首先脸3322 然后再练一下411 开局攻速手套 这里看看是不是也是个优越之剑啊 这边打了一个敏捷加三 FKK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会练哪里 接下来就要开始卡位练击了啊 因为买了两个小的机械动物 来了 又是FKK 经典的卡位练击 两个小动物应该是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一个 如果一个的话可以放在这 但是放在这的话 野怪会跑来跑去啊 比较难练 这里的话比较轻化 好,大法师 刚好到这里就天黑了啊 天黑野怪睡大觉 可以 两个小动物一放 芝麻光门调整一下 按一个H 把它给控住 大法师试一下 这里好像要调一下 好,来了 野怪打醒 这边的话是绿皮可以打到大法师啊 大法师再装到里面去 哇,这绿皮也打不到了 这个位置那是相当的安全 暴风雪直接是四个野怪啊 五个野怪全中 对手呢 是在开矿 744 哇,这一集FKK炼击对手开矿 有意思了 这里的话 野怪回来回来 别走 暴风雪要小心啊 砸到这边的小动物会被砸死的 但是冲击波打不死这个小动物 来,暴风雪继续砸 大法师不像雪法师啊 雪法师可以抽篮 大法师没得要抽 只能靠自己的狂光火啊 慢慢恢复 好,大法师平A把这个契机给黑胖子给干掉 另外一边 对方开着矿 要开始进攻了 哇,这一波 六个步兵 七个步兵 身上还有一个大篮 这一波对方很凶 F1会不会翻车 开开心心练极 结果被别人抄了老家 很难受 好,这里打了一个DK的邪恶光环 家里的话只有两根塔 两根塔步兵数量有点多 F1做好了准备 把农民拉出来 万一主矿沦陷 我还能再开一个矿 这边的话,民兵出来战斗 对方的话稍微绕一下 民兵还是有点强 好,等你变成农民 我又来拆 现在红色人子不着急啊 因为他开着矿 只要给你大的压力 不一定要把你农民杀死好 F1是属于反打 最好的防守 就是进攻 上来暴风雪一杂 哦,对方有没有反应过来 暂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哇,这一发暴风雪砸得很舒服 反应过来了赶紧走 三个农民已经倒下 四个农民已经倒下 另外一边 这一边的话还在慢慢的拆 大Q神家里的商店被拆了 哎,这里想造塔看能不能起来 两个大水源输出还是很给力 FQ继续,哎 FQ这里被围住了 有没有交TP 没有交,那交TP啊 不交TP可能会走远 家里民兵还在战斗 这里FQ,哎 双戒操作压力太大 没有操作过来 哇,大法师直接被民兵给围殴死了 这一波有点蛇啊 FQ 对方我们看一下 残血的单位 好,基本上残血单位死光了 那对方这一波好像损失也不小 步兵的话损失有点多 但是FQ英雄阵亡啊 接下来经验值也吃不到 对方大法师的话马上要到四级了 好,听说你想造塔把你给打掉 这里水元素消失 哎,大法师没有蓝了 好,这一波进攻到此为止 FQ是重新复活一下自己的三级大法师 然后这个分框有没有钱 有了有了可以造了 这个框开的确实令人意想到不到啊 哇,自己家 快守不住了 最危险的手机开框 别人都是优势的手开框 好,对手完全没有意想到FQ会去开框 那对方分框开好 双框说打你单框 再补个兵营 接下来又会源源不断的富特曼过来了啊 人称小钢铁侠 FQ看看大法师慢慢复活 现在家里的资源木头稍微的有点缺 看一下 木头和钱都有点缺啊 对手的话是木头稍微的有点缺 双框 先经济运营起来 双桥 相差一下 双电是多桥啊 不是双桥了 双电好 大法师不够状态 又有 又有水元素可以招了啊 FQ大法师马上复活 复活之后看看是不是继续给对方压力 还是做一个防守 分框的话 对方没有发现 可以顺利开出来 这一局对手这个步兵数量是真的多啊 而且现在又补了一个兵营 接下来如果富特曼能升好顶盾 那就很强势了啊 来了 好 刚好FQ大法师也是复活了 大法师有一个邪恶光环 带走一个步兵 暴风雪砸一下 这里调整一下 大法师四级了 对方大法师还没到四 FQ这个AOE的时候还确实给力啊 对手现在好像有点啃不动了 FQ一个大法师在家了 这个暴风雪的输出还是很给力的 对手心想 嗯 要不避其锋芒先撤一下 或者召个水元素把对方大法师给赶跑 FQ家里赶紧补上电 有这个光环在 大法师确实跑得贼快啊 对方状态一补 科技有去生吗 还没有去生二本啊 双兵营爆步兵 那接下来要靠步兵把FQ给推出去 对手的视角是我双矿打你单矿 我一本暴兵就能把你给冲出去 FQ给二本生好了 直接是二发三丘 哎他居然没有二发雪法师啊 二发三丘一锤 把一个暴风雪砸过去 哎对方现在怎么办 对方如果操作好的话可以分兵啊 部队死散而开 不要聚成一坨 大法师可喜欢你聚成一坨了 好这里暴风雪 哎呀又一杂 这拿这个大法师没办法呀 这暴风雪太给力了 现在FQ一个英雄 万夫莫开千万别过来 我一个人就扛你们千军万嘛 这里的话FQ身上的话有邪有单船 对方家里还是没有身本 还在补农民把木头给多踩一点 双兵引爆步兵 哇步兵的数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五 终于要开始把这个顶盾给升好了 那顶盾也升好 可以什么 他想硬钢去拆塔 但是有暴风雪在啊 暴风雪还是比较克制你的 要不有没有去群补也去控几个 FQ二英雄出来了 好的 那现在配合二英雄一起去练击 二英雄来扛大法师打伤害 练击效率贼高贼高啊 大法师继续暴风雪 山丘位置要卡好 好对手的话好过来练一下双电也是练到四吧 一之后看看有没有刷出来什么新的道具 尤其是什么重修之收有没有出来 也去刷一个洗个点 用暴风雪去砸对方 好山丘扛不住了 大法师去扛两下 这里的话山丘加四加八攻转 主要是给大法师吧 大法师有没有空 来这里步兵的数量贼多 大法师好果然双群补啊 空好了 双群补他要硬冲了 这一波多少人口啊 看一下48 FQ是32 好也是买了重修之收 果然他也要洗暴风雪 突然发现对方的暴风雪那么强 我也洗一个啊 好 这里将近40人口的福特曼要往前冲了啊 福特曼往前冲再加上暴风雪 暗道理很强 大法师这里 再来一下就没了啊 13滴血 非常极限 好回家 单传回家 不过状态 这个状态要是被对方一抓很伤 三本之后啊 再出个圣骑士吧 这张大法师的话更加有保障 对手这里我们看一下 还在调兵遣叫吗 不小心把野怪给弄醒了 刚刚能不能发现FQ这个分框 对手 但凡过来想练一个点 是吧 心想我现在那么多部队 应该可以练一下 突然 哇原来你偷的是这个框 这里的话没有偷掉 看你的装备应该是练了一个大点 原来在这 好这里大法师洗暴风雪了 来 哼 洗的有点蛇啊 这个CD还没有到你就洗 所以这个这个技能就洗不了 这个大法师实在是啊 手忙脚乱吧 那他本来应该是洗二级光环 二级的一个暴风雪 结果呢水元素刚招CD还没有过 还一洗的话水元素就洗不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顶对福特曼过来抢拆FQ FQ回程 两英雄过来 一锤暴风雪一砸 能不能砸 他这砸好像会砸了自己的一个部队 砸了自己一趟 暂时没有砸 FQ的话农民拉过来 稍微扛一点的伤害 对方福特曼 哇非常的多 FQ会不会对方给拆出去 这一波几乎是满屏的普特曼 诶 这里是大法师 对方大法师 还有一个群补 还有一个回程 山丘有没有锤 山丘马上有锤 哇这个暴风雪砸得很舒服 对方赶紧走 哎大法师扛不住 这大法师要是能扛住就好 好 FQ这一波的话通过秒英雄 把对方给打了回去 接下来这一波怎么防呢 对方的大法师现在很尴尬 没有蓝了 哎呀 嗯 这个TP 哇太蛇了吧 这个TP 他TP到了分光 然后到了这 一个TP 到了一个小山上 怎么办 拉农民过来 把树挖开来 这个时间花的有点长 哇 这一集 没想到啊 本以为FQQ 刚才被名聘A死是完死 这个队上玩的更加的蛇 这 在山岗上站岗 FQQ三英雄集结完毕 圣骑士也出来了 哎 怎么等了半天 对方还没有过来进攻啊 好对手 嗯 看见这个节奏非常慢了啊 一时半会出不来 直接退出游戏 主要这样地图也没有飞艇 你要靠农民来挖 要挖好久好久啊 好 喜欢本场对方的朋友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